列豹4S9EV新车实派纯电动SV新势力 列豹汽车曾在2017年的上海车展上正式发布了列豹4S9EV的车型 正款基于列豹4S9车型打造的纯电动版车型 于12月8日正式下线 这意味着它很快就会杀向纯电动的小型SV市场 日前这一市场已经盘踞着北汽新能源 传岸 广汽传奇 江淮等多个品牌 对于这款列豹4S9EV来说也是不错的挑战 那么这款车能否在新兴的新能源市场站稳脚跟 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车的真正实力 列豹4S9EV的外形不会带来太大经济 它基本演习了4S9的造型 作为列豹转型后的产品 这款车的整体设计十分协调 较为年轻时尚 新车的前掌设计运用了很多家族式的元素 比如说祖阁山和大灯样式基本与CS10保持一致 家族式设计手法的确能够让大多数消费者 很快进步列豹这个形态 全民玩灯的时代 列豹3S9EV的大灯设计并不算太出众 灯组上方加入了渡落室条 灯组本身也加入了蓝色装饰环 显然采用了母素光源 看上去还是挺高级的 充电口藏在祖阁山之后提供快充和慢充两个充电口 这与此前上海车展上发布的展车有所不同 后者的充电口与汽油板的油箱盖位置相同 立体感很强的前包围采用了贯穿式设计 与两侧雾灯区域相连 底部则采用了银色防发护板增添了一丝隐性 月豹3S9EV的侧面通过双色搭配 与时的腰线以及个性的轮毂 营造出动感时尚的一面 也契合该车主打90后的消费市场的定位 周安展车的后外视镜也采用了蓝色装饰 实拍车型还配备了电动调节 电加热电动折叠等功能 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 在汽油版车型上也是全息交配 预计在电动版车型上也会全面配备